奥秘 特别特别 向我们揭开 好人 一人 生在世上 也会受苦 无法想象 恶人反而发达亨通 好人反而 受苦受难 这是约伯纪 传讲的信息 那今天呢我还是要根据 我们诗篇 来跟大家传讲 神的爱 刚才诗班为我们 唱的敬拜赞美诗歌 是什么歌 看见神的爱 对你旁边讲说你要看见神的爱 你要看见神的爱 从哪里可以看见神的爱呢 神的计划是 要从你的生命当中 看见神的爱 对你旁边讲说 神要让我从你身上看见神的爱 神要让我从你身上看见神的爱 可是你有没有从你旁边的人的身上看见神的爱呢 我们只看到他 从早到晚 忙忙碌碌的打工 上班 上班挣钱 数钱 花钱 我们看到都是这些 你有从你旁边的人身上看见神的爱吗 你有从你旁边的人的身上看见神的荣耀吗 神的计划是 你旁边的人 你旁边的人要彰显神的荣耀 要诉说神的作为 要流入神的爱情 可是你旁边的人呢 带给你的是 劳苦 愁烦 带给你的是 痛苦 绝望 带给你的是什么 是乌烟脏气 带给你的是什么 都是垃圾 窝桌呀 可怜啊 难道这是神的粉意吗 难道这是神的创造吗 求所里面我们 让我们晓得 神是爱 神所创造的一切 应该都能够享受神的爱 为什么享受不到呢 乃是因为 因为 罪恶的 出现 罪恶 玷污了 人的心 玷污了 神所创造的 完美的世界 但是感谢神 神有计划 神的计划呢 在大卫 这位大卫 以色列的 一位小小的木童的 生命当中呢 竟然 向我们述说 向我们预言 在大卫之后的一千年 会有一位救世主 弥赛亚 受保者 从 无限的 广阔的 天空 降到人间 他的名字 叫耶稣 他要把 神的爱 和神的荣耀 显明 在你的心中 要让你 得着 要让你 经历 要让你感动 接着呢 因着你 有了耶稣 因着你 得着神的爱 你能够开始 让你周遭的人 从你身上 看见什么 看见神的爱 看见你的生命 有神的荣耀 有神的爱情 因此就乐意 敬拜神 传阳主 求主帮助我们 从诗篇的十九篇里面 我们看到 好美好美的信息啊 来我们打开 诗篇十九篇的 第一节 到第六节 告诉我们天空 所以我三个 重点 跟大家思想 第一节到第六节 讲到天空 大家说天空 天空 第七节 到第十节 第七节 到第十节 讲到天书 知道天书吗 天书就是 Heavenly Book 就是Bible 也就是 Scripture 所以第一个 我讲到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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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 应该是 单数还是负数 Sky 是单数还是负数 你去查这点的话呢 他告诉你说 它是单数名词 可是又不可数的 天空怎么去数啊 可是圣经当中 告诉我们 这个天空呢 是诸天 是诸天 那到底 诸天有多少天呢 如何去数算呢 如何去明白呢 要从圣经的启示 来窥探其奥秘 了解其真理 那今天我不是讲 这个 讲宇宙 讲天空 我乃是要讲 救恩 要讲真理 讲恩典 所以第七节 到第十节呢 就讲到天书 大家说天书 天书 从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呢 讲天子 天子 讲到上天的儿子 上帝的圣子 耶稣基督 是神所预备的救世主 救赎主 他不单单是要救我们 而且要把我们从摩尾手中给赎出来 用耶稣自己的宝血 把我们买赎回来 所以他不单单是救主 而且是救赎主 所以十篇十九篇 讲到天空 讲到天书 讲到天子 三个英文是 Sky 复述的Sky 然后呢 Scripture 然后Savior 十篇十四篇 十九篇 就这么简单 听起来 哇和牧师 你好像 很容易找出这样的答案 但是我跟你讲 这是要经过多少多少的末导思想 才从神那边得到感动跟启示 找出十篇十九篇的三个段落 三个真理 所以不容易 但是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先来祷告 耶稣天父我们 恳求你 再一次 不单单透过天空 向我们说话 也不单单透过圣经 天书 向我们说话 更谢谢主 透过耶稣 这位天子 来向我们说话 主啊 你说 凡有耳听的 就应当听 主啊 我们有两个耳朵 可是我们 却只听 世界的声音 我们却不肯听 天上的声音 主啊 求你 教导我们 求你管教我们 让我们愿意 听天上的声音 天上的声音 乃是要诉说 神的荣耀 乃是要传扬 神的爱情 主啊 世人最大的需要 乃是 爱 永远的爱 世人最大的罪恶 乃是亏缺了神的荣耀 主啊 求你 教导我们知道 唯有透过信耶稣 我们才能够得着真爱 永远的爱 完全的爱 也唯有透过靠耶稣 我们才能够 传扬 神的荣耀 诉说 神的爱情 主啊 求你帮助 活距得上教会 人人都 因着认识耶稣基督 生命从破碎 进入完全 主啊 从辖制 进入自由 从贫穷 进入富足 从黑暗 进入光明 从死亡 进入永生 主啊 这是你的命令 是你的旨意 我们愿意接受 我们愿意 享福 我们也愿意 哦 主啊 按照你的教导 来把这样一个真理 跟真爱 传扬 四周 更传扬到地极 如此祷告 奉耶稣宝贝顺名 阿们 好 我们来看诗篇 诗篇 第一个跟大家讲天空 Sky 第一节 诸天 诉说 神的荣耀 穷昌 传扬 他的手段 所以 中文圣经 把这个 天呢 用名词说 是诸天 所以诸天呢 不是只有一个天 也不是只有两个天 几个天 按照圣经来讲 也不是说有七重天 九重天 按照圣经来讲 总共有三层天 保罗 不单单是 举目 抬头 看到的 太阳 月亮 星星 这叫做第一层天 透过特殊仪器 比方说 哈勃 光眼镜 你可以看到 太阳系之外的 外太空 有无限无限的 所谓的 河外星系 所谓的星系 星云等等 那叫做第二层天 那第三层天呢 是耶稣 上帝 自己的居所 跟宝座 那个 是属于灵界的 灵界的 所以 神感动 大卫 说 诸天 述说神的荣耀 乃是诸天 诸天 那这个诸天 到底 如何的排列 组合 那诸天 到底他彼此 有相连性吗 那诸天 到底有多大 到底有多少呢 大家晓得 我们肉眼 所能看见的 太阳系啊 太阳系 我从小读书 是说九大行星 那目前呢 所有 这个科普书 都告诉我们 是八大行星 所以太阳呢 它是一个 八大行星 165颗卫星 还有一万计的 小天体 小行星 然后卫星 和尘埃 所组成的一个 天体 一个集合体 就太阳 单单一个太阳 你知道吗 有多大 它 里面的容量 可以装入 130万个地球 地球有多大 你晓得吗 地球 其实非常非常大 但是呢 如果从月亮上来看地球的话呢 地球大家看到 你手机一打开 你微信一打开 那就是地球 对不对 从月亮上看地球 就是一个大圆圈 一个大球体 那从火星上 来看地球的话 你知道地球像什么 只是像一只 小小的蚂蚁 如果从土星上 来看地球的话呢 地球只是一粒小沙子 那如果从太阳系的边缘 来看我们目前 所居住的地球的话呢 它是看不见的 一个小点点 像一粒灰尘一样的 没有样子 看不出来 可是我们从地球来看太阳呢 它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火球 那从火星来看太阳呢 太阳也如同一粒沙子 所以大家晓得 太阳呢 它只是一颗恒星 一颗恒星而已 恒星就我们中文来讲 好像是恒久不动的 其实太阳本身也在运动 也在周转 就如地球一样 地球呢 不但在绕着太阳转 地球本身还在怎么转 还在自己在转 所以整个神所设计的天空 其中的所有的恒星 行星 卫星所有的银河加银河系 加上银河之外的河外星系 哇 那复杂的无穷的浩瀚的 那么丰富的语众呢 都有神的计划 摆设都要述说神的荣耀 要传扬神的爱情 可是我们中国人把它讲成天空 其实天空不空啊 天一点不空 天是满的 天不是虚的 真实的存在 不是地球你肉眼所看见的 这些物质界的现象或实体而已 真实的东西 其实在哪里 在广大的天空当中 它一点都不空 它丰满 它宽广 它庄严 它美妙 它奇妙 它整洁 然后它是尊贵荣耀智慧永恒 而且它非常非常的慈善 目前大家都希望 哇 有慈善的人 有慈善家 能够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 其实整个天空呢 充满着万有 都在诉说神的荣耀 慈善爱情 所有天体跟天体之间 星系跟星系之间呢 那种星罗旗步 都在神的什么 遥控和掌握当中 奇妙啊奇妙啊 天体与天体之间 星球跟星球之间 是彼此和谐相爱 然后呢 和一 甜蜜 没有竞争 没有指责 没有定罪 没有混乱 所以整个神所创造的天空呢 实在太奇妙了 太奇妙了 你晓得吗 我们这个太阳 太阳系呢 只是银河中的 一个小恒星而已 对不对 太阳系 银河 那银河又有银河系 银河呢 在我们 中国人 非常非常了解的 唐诗诗里面呢 有一些描写 比方说 李白这位诗人 他就说到说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 落九天 哇 好美好美的诗词啊 又有一个诗人讲到 他说 牛郎之女啊 和之女 精细 镀银河 所以 中国古时 就非常 能够了解 太阳系呢 是坐落在 银河当中的 一颗恒星 银河呢 它是一个亮带 我们现在上网 讲宽带宽带 对不对 那银河只是一个亮带 英文叫做 Milky 位 那银河呢 又处在 银河系当中 你知道吗 单单一个银河系 里面有多少恒星呢 银河系有多少恒星 至少有一千亿颗的恒星 一千亿 不是一千颗 一千亿颗的恒星 那在银河之外的 河外星星呢 有多少 一亿万万 无法想象 数算不清 所以地上有多少杀 天上呢 就有多少星 地上的杀 你可不可以数算 给你万岁 万万岁的话 你可能可以数算 因为毕竟是有限的 可是天上的心 你能数算吗 真的无法想象啊 所以 神在天空当中 要向我们说什么话呢 孔子说 天河沿灾 四十日行烟 孔子感到说 日月星辰 在那里周转 在那里运行 春夏秋冬 然后从来不会 乱到方寸 秩序改变 总是春天过后 是夏天 夏天过后 是秋天之后 冬天 冬天 冬天之后 会有什么天 一定春天会来临 所以孔子就发觉 就观察 就想到说 哇 这个天呢 一句话都没有讲 可是大卫呢 很特别 大卫 听到天在讲话 孔子没有听到 大卫呢 在旷野 在野地 牧羊的时候呢 他听到羊在 喵 喵 在叫的时候呢 他又听到 上帝在讲话 上帝 透过天空 在讲话 讲什么话呢 大卫说 朱天 在诉说 神的荣耀 你看见 朱天在说话吗 大卫听到 穷昌 在传扬 他的手段 他手的作为 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爱情 他爱你 他爱你 他要让你喜乐 要让你富足 要让你永远 要让你发亮 像星星 发亮一样 大家晓得 所有天空的星星呢 都会发亮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 恒星啊 恒星啊 什么叫太阳 我先跟大家讲太阳 太阳呢 它不是固态 也不是液态 也不是气态 它是属于第四态 什么叫第四态呢 科学名字叫做 等离子体 等离子体 它所组成的一种 能够自己 发光的球体 那宇宙中的天体呢 球体或内球体 这些天体呢 都是神 用心设计 大家晓得 这两片下雪 对不对 雪花 从天空飘落 一片 一片 又一片 飞入梨花 看不见 你晓得 没有一片雪花 和另外一片雪花 是完全相同的 每一片雪花 都是神 精心巧妙的设计 对不对 大家都玩过 灌花筒吧 灌花筒 一个长长的圆筒 里面放几片有颜色的碎片 当你在转来转去的时候呢 请问灌花筒出现的里面的形状结构 有没有两个是完全相同的 不可能完全相同 才能够几个碎片排列组合呢 就怎么样 就几乎是无限的图画形象会出现 所以 神呢 在雪花 这么瞬间消失的雪花的 这种 所谓的 物质的 结构当中呢 竟然像我们启示说什么 他有设计 他有设计 如果瞬间祭祀的雪花 神都有设计的话呢 请问 你被号称万物之灵 你被号称最有智慧的生物 请问神 对你有没有计划 执意跟设计 有没有 对你旁边的人说 你是怎么来的 你问一下旁边的人说 你怎么来的 很多人 从小被爸妈说什么 你是垃圾堆捡来的 你是 什么 你是石头变出来的 那好多好多的科普书籍 告诉我们的 你怎么来的 你是偶然来的 你是猴子变的 这些是真理吗 如果你要认识 明白真理 只有从圣经找答案 圣经找答案 天空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 圣经是真理 耶稣是真正的天子 是真命的天子 我们今天把中国皇帝 都认为他们是 真命天子 很多女孩 把他要寻找的 白马王子 当成真命天子 可是宇宙当中 只有一位真命天子 是谁 耶稣 他是真正的 要带给我们 真正生命的 上天的 耶和华的儿子 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实在看到 神在万事万物当中 都不是偶然巧合 我们都有奇妙的计划 奇妙的命令 每一颗宇宙中的 不管任何星或星系或星云或星辰 其实都有可以电认 只是我们的肉眼看得见吗 还有目前的科学仪器 观察到吗 都观察不到 可是他们都存在在那里 都是实际的 都是真正的 都不是虚空的 所以我们不应该叫天空 应该叫什么 天满 哪里空 天一点都不空 天里面是包罗万象 天里面是充满了荣耀跟作为 天里面是充满了爱情跟奇妙 天空不空 就你旁边讲说天不空 天不空 天太宝贵 其实神透过圣经告诉我们说 天是神的作为 地呢 他的脚凳 这只是一个异象的猜想 其实天到底有多大呢 大无其万 无法想象 所以我们实在要谦卑 我们实在要降服 在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的面前 大卫从天空当中看见 有一位神创造天地万物 可是多少人 从天空当中看见 太阳是神 月亮是神 我看到风也是神 雨也是神 火也是神 把受造物都变成神 可大卫非常清楚知道说 受造物就是受造物 虽然受造物像太阳一样会发光 似乎永恒长存 但是大卫知道太阳是神吗 太阳不是神 所以第四节告诉我们 你看看 神感动大卫 大卫说 神在其间 为太阳 安设障密 他知道说 是神创造太阳 太阳不是 偶然巧合而来 太阳是神所创造的一颗恒星 而且 神对大卫说什么 所有的天空 所有的星体 似乎无言 无语 无文 无字 但是呢 却 怎么样 却 却有 第四节说 靓带通遍天下 言语传道第几 是无声 圣有声 靓带的英文就是voice 就是他的声音呢 是通遍天下 然后这个宇宙呢 你听不见他在说话 可是他却有资讯 他却有信息 他却有话语 要向所有地球当中的万国万民万宗 万族当中 述说一个信息 传扬一个真理 表达一个真爱 什么真爱呢 就是有新郎跟新娘 我们好多好多人的一生呢 最美 最美 最神气的时刻呢 就是当新郎跟新娘的时刻 对不对 多少女孩子 一生的看望呢 就是要穿上 哇 那么洁白的 那么 什么 那么纯净的 白色的礼服啊 那实在是容易啊 大家看到周杰伦 对不对 上礼拜 世纪婚礼啊 昆琳 实在太幸福了 而且一岁小女孩 能够成为周夫人 对不对 你说 真是新郎跟新娘呢 她最大最大的富足 跟享受 是在哪里 不是去周游欧洲列国 最大最大的满足跟德意 是在哪里 是在洞房里面 对不对 所以才号称说 人生最大的乐事 有哪几乐 金榜提名师 然后呢 洞房花竹业 是人生最大最大的 什么 喜乐 满足 享受 因为在那个时刻呢 有和谐 有和一 有甜美 有亲密 新郎跟新娘 是巴不得 天天 时时 刻刻 都在哪里 都在洞房里面 舍不得 离开洞房啊 对不对 因为在洞房里面 多神秘啊 多美好啊 两个小天洋中呢 不管外面 三七二十一 他们在两个里面呢 水乳相容 对不对 何日为一 灵魂体 哇 哇 如同在地若天一样 肯定不肯出洞房的 可是 大卫却 感受到 神的计划 从天空传出 爱情 什么爱情呢 新郎 新郎要出洞房 为什么新郎要出洞房呢 因为这个宇宙的新郎 这个教会的新郎 这位耶稣基督呢 如同太阳一样 要光照全地 如同太阳一样 怎么样 他要出洞房 这位耶稣基督呢 他要勇士一般的 要来到世上 要为世人征战 要为世人 怎么样 得救 要让世人能够脱离魔鬼的瑕疵 要让世人能够得着真正的自由 要让世人能够享受永远的生命 所以耶稣基督 怎么样 他如同新郎 也如同太阳一样 他愿意离开天上的洞房 愿意离开天上的尊贵 荣耀享受富足 然后呢 他如同永世 欢然奔入 要来到世上 从马朝 上十字架的 这条所谓十字架的路 苦不苦 累不累 冤不冤 修路不修路 所有的路 耶路亚 这是天上 要向我们输出的信息 所以你看到天不是空的 是满的 不叫满了所有的心系 而且还看到这位创造心系的主 谁创造的 耶稣创造的 对你还要 是耶稣创造的天地 是耶稣创造的天地 所以你从天空当中 你不要只看见太阳 太阳是预表耶稣 太阳是预表耶稣 所以 太阳 如同新郎出洞房 是预表 耶稣 是我们的新郎 耶稣愿意出洞房 离开他 朋友的享受 愿意来到世上 为我们 欢然奔入 对你朋友们讲 耶稣要为你欢然奔入 耶稣要为你欢然奔入 你要敬拜耶稣 不是敬拜太阳 我们为耶稣欢然奔入 所以 大卫从天空当中 看见神的荣耀 又体验神的爱情 体验神的爱情 天空当中 有爱情的诗篇 有爱情的乐章 有爱情的戏剧 这场戏呢 只要我们用心去观看了解 太丰富太精彩 可是我们人呢 太渺小 太有限 看不明白 虽然 罗马师告诉我们说 我们 无可推诿 有神 神创造诸天 但是呢 我们人实在太愚昧了 我们人实在太昏雀了 我们人实在太无读了 所以神呢 就更把他的爱情跟荣耀呢 更具体具体具体到 具体到用文字来记载 用文字来表达 这个就是什么 从无牙无限的天空当中呢 慢慢隆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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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聚焦聚焦到 这一本天书上面 所以这本天书呢 是神给我们写的爱情的书信 对你朋友讲说 圣经是神给你的情书 圣经是神给你的情书 如果你收到情书的话 一定会如何 拜看不厌留恋 马上打开留恋 然后呢 昼夜思想留恋 基本上应该如此 可是你现在呢 看什么 看什么书都觉得说 很好看 唯独看这本天书 你会如何 你会睡觉 所以好多人睡不着觉的时候 他打开圣经来看 他就慢慢睡着了 神圣经还有这样的功用啊 实在感谢赞美主啊 但圣经真正的功用呢 不是叫你睡觉的 圣经真正的功用呢 是叫你醒过来的 所以第七节 一开始讲到说 圣经的功用是什么 大家念第七节 耶和华的律法 全被你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务确定 好 我们先念第一句 圣经的第二功用是什么 叫你醒过来 你晓得吗 如果你没有读圣经 你一直在昏碎当中 昏昏沉沉 最后呢 有一天就进入沉沦 进入死亡 只有透过读圣经 只有透过神在圣经中 所启示的真理 和能力 你能够从昏睡当中 苏醒过来 对你旁边讲说 你要苏醒过来 你要苏醒过来 你现在你苏醒了吗 还是你在睡觉当中 你还在睡吗 如果你能够在听 和牧师讲到睡觉的时候 你是高手 你是高人一等 了不起 和牧师讲到声音这么大 又这么有内容 这么有亮光 结果还能够让你睡得 这么舒服 在黑暗当中 跟江泰公聊天谈话的话呢 你真正是要好好去 求主说 主啊 我要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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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叫你蒙蔽 叫你不单单是 眼睛蒙蔽 连心灵的眼睛也全然昏慌 沉睡 只有圣经的真理 能够让我们苏醒 知道我们人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来与去之间 到底在世上 要忙什么 要做什么 要得什么 只有圣经 讲的才是标准答案 所有所有的 那只是参考书 圣经是标准答案 所以天空当中你看见真实 不是空的是真实的 圣经当中你看见真理 这不是道理 这是真理 是完全无误的 圣经六十六卷书 从旧约到新约六十六卷 四十个神感动的作者 所记载的圣经呢 前呼后应没有矛盾 极其和谐 和一 然后互动 彰显一个主题 什么主题 神爱 神爱你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每一卷书信 告诉我们 神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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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生命当中 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吗 神爱你 哪里有爱 哪里有真正的 完全的永远的爱呢 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 你的生命的意义何在 你的生命乃是要 传扬 什么 神的爱情 述说神的荣耀 可是你目前的生命 有这样吗 没有 天空 天空 无嘴 无蛇 却在传说神的荣耀 感谢上帝 透过圣经呢 告诉我们 神的荣耀 的确 太妙了 神的荣耀呢 在圣经当中 你看到